哈喽 欢迎回到区块链日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以太币涨穿2000一颗 下一步该怎么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那在以太坊昨天 顺利进行上海升级之后 短期价钱其实没有太大的波动 但是后来短短的12小时之后 现在以太币已经涨了5%左右 然后已经涨穿了2000的关键点位 造成今天早上这波涨幅的 主要的推力就是PPI的数据 显示是比预期当中要好很多 那我们在下面看 这个PPI的数据今天早上公布了 那对于PPI数据 一向都是美联储决定加息 还有他们评估通货膨胀 严重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那甚至是比这个CPI数据 还要更重要一些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预估的PPI数据 原本是应该会落在3%左右 但是实际上比预估的要好很多 实际上只有2.7% 所以比预估值是好了10%左右 因此所有高风险的投资标的 还有这个股票今天都是暴涨一波 那其中当然就包含了以太币 尤其是以太坊昨天进行的上海升级 很顺利没有任何问题之后 以太币今天的价钱就开始涨了 那我们在这边看一下 这个以太币目前是处于2015左右 那这个点位 其实已经是到了去年8月的时候 差不多的点位 那去年8月的时候 是在以太坊从POW转到POS的 merger过程之前 是有出现一波 buy the rumor sells the news的情况 就是在正式合并之前 以太币是暴拉一波 但是后来正式合并之后 就开始这个dump了 就开始价钱往下走了 对于这次的上海升级 我有跟大家聊过 因为这次并没有出现这种 buy the rumor sells the news的状态 就是在上海升级前夕 其实以太币的这个价钱 一直都是往往的在往上涨 并没有发生任何暴拉的情况 所以因为没有这个暴拉的情况 相对的也比较不会出现 这种sell the news 就是当这个合并 或当这个重大升级真正发生的时候 这个价钱就会有一波暴跌 大家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个以太币目前 也是到达了一个相对很多阻力的区间 就在2000这个附近 甚至我们可以回归于2021年的时候 这个2000左右的区间 对以太币来说 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关注的事情 就是以太币有没有办法 这个成功的站稳2000以上 那这个第一个要注意的是 当然就是今天的这个日线 有没有办法收在2000以上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币对比特币吧 以太币最近几年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势 因为往年的历史里面 这个以太币对比特币 在熊市当中 都会有一个大量的损失 但是这一次的熊市 就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币 从2021年5月的时候 涨到高点 就是对比特币涨到高点之后 就一直在这个高处高位的地方 进行一个横盘的震荡 那这边是有个假突破 那后来在这边的时候 就在上周的时候 我有做影片 说现在以太币对比特币的位置 也是蛮危险的 这边很有可能会有一个breakdown 如果breakdown的话 这个比特币对以太币的中短期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损失 但是我们在这边再次看到 以太币是非常非常强韧的 从这个区间底部的地方 又是已经回拉一波了 如果这波趋势可以持续的话 这个以太币对比特币 短期应该是也会有一个 20几%的涨幅 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在昨天影片当中 我有跟大家讲过 这个以太币绝对也是 任何一个加密货币投资组合里面 必定要有的一个项目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注意一下 就是比特币的市占率 这件事情上周有跟大家稍微聊到过 就是比特币的市占率 涨穿48%中量主力位之后 在前几次 它是都是一个fakeout 就是一个假突破形式 后来就回落了 这一次也是涨到了49% 虽然说这个Bitcoin Dominance 是最近几年来的新高 但是很明显在49%碰到之后 也是开始回落了 所以比特币的市占率 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指标 比特币市占率是不是在这边 又再次进行一个假突破 然后最后会roll down再回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山寨币的走势 短期应该是会挺不错的 但就像我说的 比特币在所有的投资组合里面 也都是一定要有一个项目 所以现在的比特币 30,300多 我认为是非常强健 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 如果今天通膨很严重的话 对比特币来说是利好 因为比特币本来设计出来 就是一个抗通膨的投资项目 如果今天通货膨胀问题 遭到解决的话 所有的股票涨的时候 比特币一定会涨很多 所以此时此刻 我认为比特币是非常非常bullish 就是非常非常看牛的 那不管通货膨胀数据是好还是坏 我认为对比特币来说 两者都是一个好消息 OK 那我们开始看新闻吧 今天第一个新闻 是关于以太坊的上海升级 上海升级之后 就有人开始把以太币 从以太坊直压里面拿出来 现在是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等待 需要高达两个星期 就是大概14天左右 我们在下面的数据 可以看到有超过17,000个 以太坊直压的矿池 是要100%把以太币 全部的抽出来 然后另外有285,000个矿池 是要把部分的以太币给提出来 所以因此导致了 提出以太币的这个delay 就是有点延迟卡住了这样子 那这个等待的时间 是要高达这个14天 这个延迟状态 其实就是以太坊上 一个蛮大的问题 那另一个就是上海升级 虽然说可以把这个 直压在上面以太币 顺利自由拿出来 但是它并没有解决 以太币这个速度 还有每当大家都在使用的时候 气飞就会高涨这些问题 至于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要透过shorting分片 但是分片的这个过程 又是要好几年 所以说以太坊 要真正走向完全体 我个人认为 应该还是至少有4到5年的时间 那如果只是纯粹 以POS的这个机制来相比的话 Cardano绝对是要比以太坊 要好的非常非常多 那我相信如果有 在看我的观众朋友 然后有尝试过 Cardano Staking的话 如果你从Cardano Staking的机制 跑到这边去尝试 要直压以太币的话 你就会感觉是 这个回到17时代 下者新闻是关于币安的 币安在今天稍早 也公布说 这个以太坊上台升级之后 会在4月19号 开放大家可以把 这个直压在币安上的 以太币给拿出来 那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动作是蛮快的 因为只是短短的 这个一周以内 那同样的像Coinbase的话 如果我们要把直压 在Coinbase上的以太币 拿出来的话 据我所知 还是要1到2个月的时间 我自己是有部分的以太币 是放在Coinbase上 透过Coinbase去进行直压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是说什么时候 可以把这些以太币给提出来 下者新闻是关于推特的 马斯克收购之后 真的是动作频繁 然后推特平台 使用起来 也是比之前感受要好很多 然后spambot 就是这种诈骗机器人 也是很明显下降了 今天推特又往前走了 更大一步 他决定跟eToro合作 在推特上面 可以提供推特使用者 直接购买股票 加密货币等等的东西 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 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 他就表示说 要把推特创建成一个 super app 就是你今天做所有事情 都可以透过推特 有点像是微信这样的感觉 不管你是付钱 或者购买资产 贩卖资产 转钱 或者是作为信息沟通的平台 一切都可以在推特上进行 今天马斯克在收购推特 短短几个月之后 的确是有很多的动作 所以真的是不得不 佩服马斯克的执行力 今天他们就决定了 跟eToro合作 eToro是一个美国的 brokerage company 主要是可以在上面 购买跟贩卖股票 跟加密货币等等的 这个形式 看起来是可以直接在推特上 进行购买跟贩卖股票 跟加密货币 然后另外 你也可以在推特上面 看到一个选择 就是有一个按钮 是说view on eToro 你点上去之后 它就会直接带你去 eToro的平台 所以这件事情 对推特来讲 一定是一个好消息 狗狗币在烧找的时候 也是烧涨了 大概4到5个percent 我相信也是跟这个新闻 是有相对程度的关系 但这件事情 对整个加密货币板块来说 一定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 之后如果有更多消息 流出来 或者我自己使用上什么心得的话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下一个新闻 是关于Solana手机的 昨天Solana 其实有爆拉了十几个percent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即将会在5月8号的时候 推出他们自己的手机 关于Solana这款手机 之前就已经很多消息了 很多人是不看好这个手机 但是也有些人是觉得 这个还不错的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 这一支手机的开销 就是它的费用 将会是1000块美金 所以真的是不便宜 跟iPhone差不多了 然后它是建筑在Bay Area 智能手机的公司 叫做AUSEN的平台上面 然后它里面会有 512GB的内存 然后前后会附两个照相机 然后使用的是 6.67寸的OLED display 就是OLED的屏幕 然后另外还会有 指纹辨识系统等等的 这支手机会使用 安卓的系统 透过Solana手机 它主要是说 这个手机会对加密货币 跟NFT非常非常友好 然后另外关于私钥的部分 手机跟私钥是分开的 所以应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但今天我想问大家的是 你今天会愿意花1000块 买一个Solana的手机吗 还是你仍然会选择使用iPhone呢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这个是一个Cardano的手机 或者是以太币的手机 或者是比特币的手机 我可能会考虑去尝试一下 但是今天是Solana的手机 我就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我在我节目当中 应该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次 我对Solana这条链的看法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分享你的想法 你会花1000块美金 买这支手机吗 下的新闻是关于UK英国的 英国在今天推出了一个Bitcoin Policy 就是关于比特币的政策 主要是增加比特币的教育 还有比特币的adoption 就是能让更多人接触到比特币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 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 The Bitcoin Policy UK 简称就是BPUK 主要它就是综合一些 比特币的投资者 一些设法规的policymaker 以及一些environmentalist 就是一些环境保护组织等等 透过这个组织提供大家 一个很好的沟通桥梁 然后透过这些领域的所有专家 创造出一个合理的法规 主要目的是 Unlock the potential of Bitcoin 就是把比特币未来的可塑性 给完全的解锁 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英国从去年开始 就想要试图尝试的 变成加密货币的中心 然后他们做的事情 的确也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 他们主要的目的是 Getting clear and correct information on Bitcoin to policymaker and regulators 就是说他们要提供一些 关于比特币正确的资讯 给这些设立法规的人 然后Highlighting the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benefits of the mining industry 就是说今天比特币的挖矿 很多都是使用再生资源的 所以他们跟这个环保组织 也是要拥有一个 很好沟通的桥梁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是 Collecting and provid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Bitcoiners 就是说他们要提供一个 正确的一个教育体系 让下一代的Bitcoin 就是投资在比特币或者是相信比特币的人 可以得到更正确的资讯 下者新闻是关于Montana的 Montana是美国的一个州 今天Montana提出了一个 关于比特币挖矿的一个Bill 就是法案在众议会遭到通过 接下来只要这个Montana的州长 签名同意这个法案的话 他就基本上立法了 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法案 基本上就是一个Digital Asset Mining Right 就是说今天大家都有权利 去挖这种虚拟资产 然后这个法案就可以保护 挖虚拟资产的这些人 或者是公司 避免他们遭受一些不平等的对待 包含了如果今天你挖矿 那你这个电费的费率 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类似这样的不平等待遇 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就不可能在Montana这个州 再次发生了 所以看到这边 我相信大家也都很confusing 就是很混乱 就是为什么感觉 我们表面上看到很多新闻 就是美国好像想要 ban掉加密货币 对加密货币板块 非常非常不友好 但是同时在Montana 对加密货币如此友好的一个法案 却在美国众议院 直接很顺利的通过了 所以大家看事情 就一定要看这个多方面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 这个世界运行的道理是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大部分主流媒体 在抨击加密货币的时候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希望把价钱压低 然后他们可以囤得更多吗 还是有更多其他的目的 这个东西就是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要性 也是在我节目当中 一直传达给大家一个信息 OK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再跟大家聊聊这个关于政治的话题 那这两天的这个留言 真的是非常非常火热 那再次说明了 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是非常热衷在政治上面的 在昨天影片当中 我把一个观众朋友留言 拿出来跟大家讨论 那在昨天的影片 这位观众朋友又再次留了 更多的东西 那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下 他这个留言是在讲些什么东西 那基本上他留了一大堆有了没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也是台湾制度 还有台湾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往往都喜欢打一大堆东西 然后可以一两句话传达的信息 他们需要打个20句话 然后来证明说 自己好像很懂这个东西 或怎么样 总结就是说话完全没有重点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highlight起来 第一个他说 现在究竟是台湾不要跟习沟通 还是习一定要侵占台湾 作为自己永续地位的基础成绩 对于这点 我并不认为 今天中国大陆 是不愿意跟台湾沟通的 那主要不沟通的 其实是民进党政府 还有蔡英文总统 并不是习近平 或者中国那边不愿意沟通 因为今天事实就是 这个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习近平是跟马英九 有面对面座谈过 那在前几周 马英九也是有去中国访问 对吧 所以今天中国不跟台湾沟通的事情 是蔡政府跟民进党的问题 并不是中国这边的问题 完全是搞错重点了 然后接下来他说 另外你能确定 只要美国不插手 中国就不会入侵台湾吗 那我在这边访问你 请问你可以确定 中国入侵台湾 美国就一定会插手吗 就是这个逻辑上 完全是行不通的嘛 就是今天如果中国真的要打台湾的话 我根本不觉得美国会帮忙 所以身为台湾人 绝对不要有 如果开战的话 美国一定会帮台湾的认知 因为到最后 你会非常非常失望 然后最后他在这边说 还是会闪及台湾制造 及定事实 这句话我其实有点看不懂 他是说大陆可以很快的 以闪电战的方式攻占台湾吗 这个部分我有点看不懂 他想表达什么东西 但是今天你必须知道 如果今天要攻占台湾 那大陆是要有很多准备的 包含了登陆的船舰 包含了所有的东西这些资源 他们在移动的时候 都会被美国的卫星 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并不是说 习近平今天说要打台湾 明天就可以实现 然后最后这句话就非常好笑 他说对比起美国 我比你更了解中共 真的吗 今天我最好的两个朋友 都是来自中国的 而且他们也是美国社会里面 前1%的人 然后另外 我接触的客人里面 就超过10个以上 中国上市上会公司CEO大老板 所以今天当你说 你比我更了解中共的时候 你讲的是什么东西 请问你今天身边有接触 任何一个来自中国的朋友 又或是你今天说的了解中共 是完全100%来自于绿媒的资讯 关于这一点 我看到的时候 也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笑 然后最后这个部分 他说明年台湾选举 如果国民党上台执政的话 签署台湾版一国两制协议 然后和平统一中国 我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 都看不清 你今天没有办法统一 也没有办法独立的事实 如果今天可以独立的话 陈水扁当总统当了8年 蔡英文也已经6年7年了 为什么你不宣布独立呢 因为美国不让你独立嘛 那今天马英九执政8年了 请问这个台湾有回归中国吗 有统一吗 也没有嘛 那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台湾的人民 不希望统一啊 那第二就是美国 也不会让你这么轻松的 就统一对吧 所以我在这边很快 对台湾政治提供一些 我的想法啦 就是今天呢 民进党的确是很多问题 没错 那很多人是在说 这个民进党不倒的话 台湾不会好 但我在这边给大家 一个不同的角度思考 就是如果国民党不倒的话 台湾就不会好 那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民进党 就是一个斗争的政党 国民党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他从跟这个共产党斗争 然后败下来 到台湾之后呢 又跟民进党斗争 然后又是败下来 所以国民党在过去的100年里面呢 就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那今天为什么说 国民党倒了之后 才会对台湾好呢 因为如果国民党倒的话呢 民进党就没有人斗争了嘛 今天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呢 有任何问题发生的时候 他只要把这个问题 归咎于国民党说 都是你国民党怎么样 都是你国民党怎么当 然后支持民进党这种无资的人呢 就认为啊对啊 都是国民党的问题 所以今天如果国民党倒的话呢 民进党就会不攻自破了 然后最后在台湾政坛里面呢 真正了解现在国际状况 台湾在国际当中的处境 以及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人呢 其实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柯批柯文哲 但是很遗憾的呢 他是选不上总统的 因为今天台湾就是一个 被国民党民进党两党控制的一个地方 在过去任何有第三政权出现的时候呢 不管是新党或者是亲民党 最后基本上都是泡沫化了 那说真的呢 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那另外我个人认为 这郭台铭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我的猜测啊 是最后呢 国民党也会想办法把他斗争掉 因为今天朱立伦还有总统梦 那至于这件事情 到最后会不会发生 就是我们接下来一年 可以持续关注的议题 然后在今天节目最后呢 再分享给大家一个 我认为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访谈 这是一个由BBS的记者呢 对Elon Musk做的一个访谈哦 我会把这个访谈的连结呢 放在这个影片的下方哦 那如果你今天英文还不错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哦 那如果看了之后呢 你可能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这个纬度碾压啊 就是马斯克的level 跟这个记者的level呢 是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的哦 就像这个在我频道里面留言的 这些酸民呢 跟我是完全不同档次的 这就是一个跨纬度的碾压 如果今天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花时间看一下这个四分钟的访谈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哦 那今天新闻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点个赞 订阅分享 开箱当 那我们下周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